大家早 在昨天 有沒有感覺到中午真的有些熱了 有些地方的溫度 已經達到了一個悶熱的程度 今天外出活動 兩件事情要注意 第一個要防曬 第二個要補充水分 第三個呢 現在早上的時候 局部地區還是有霧的狀況 出門行車要注意 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的中午高溫有多高 台東的大午達到了最高溫 三十六點六度 因為西南風過了中央山脈 產生了焚風的作用 所以台東的溫度偏高 而到了彰化的田中三十點八度 而在嘉義三十點二 到了高雄也有達到三十度的高溫 可以看到整個中南部都在三十度以上 而台北市呢 二十九點五度 溫度一樣是偏高 這樣的天氣形態來說 在今天還有明天的白天 明天的下午以後 開始封面要接近了 週休假期 東北季風的增強 北部地區會轉為一個 濕而涼的天氣 我們就來看一下 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 我們先注意雲層 在春雨的系統的發展來說 最重要從印度洋 水氣通過了青康藏高原 之後呢 進到了四川 雲南 往這個江南跟華南的方向 再移動 現在比較明顯的水氣分布 最主要就在華中地區 到江南地區 他整個移入東海之後呢 就會往韓國 往日本的方向再移動 所以在韓國 日本就因為受到春雨的影響 有鎮雨的現象出現 但我們臺灣上空呢 因為封面帶置在臺灣北方的海面 我們在封面前沿的西南風的影響之下 只有雲層量來說 有些高空的雲層通過 山區的部分下午有局部性的霧的狀況 但溫度狀況今天會變得更暖 而且更熱一些些 這樣的天氣會持續到明天中午 明天下午以後 封面雲帶開始往南移動了 西北的高壓開始要下來了 明天的下午開始呢 東北風的進入之下 北部的溫度在週五會略降 接著週休假期 溫降的幅度會變得更為明顯 因為高壓南移封面前半段東移 後半段封面停留在大陸的華南 而這股的東北風影響到下週一 下週二高壓東移之後呢 溫度再上升 但水氣的發展持續都有一些 華南雲帶的影響 在嘉義北在這個週休假期 就有局部爭雨的機會 我們來看一下今晚的地面天氣圖 可以看到封面雲帶的最主要 在江南到華南地區 西北的高壓系統在這明天的時候 就會開始逐漸的下來 來看看溫度了 先來注意到在各地的溫度狀況來說 外島地區夜晚溫度偏良 而在馬祖跟金門有局部性的 農務現象 澎湖多餘時勤 台灣本島部分從北到南都在 三十一 三十二度以上的高溫 日夜溫差明顯 東半部地區是早晚雲層量多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西部外島夜晚有霧 晚上行車方面要小心 另外 中部五的天氣熱 戶外活動記得補充水分 海皇鮑魚干貝A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馬上升級 它蛋白質是雞肉啊 是牛肉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礦物質遠高於魚翅啦 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購 輸入我的推薦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